日本黑帮,是当地特有的文化情怀。 去日本旅游的朋友,应该在街上能看到很多光榜子纹身的标情大汉。 这就是日本黑帮。 日本黑帮的起源,是从武士阶层被废除了之后开始的。 不少的武士,因为失去了生活的向往,慢慢地走向了一条不法暴力路线。 在日本,黑帮的存在并不违法,甚至还得到了国家的认可。 日本,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认可黑帮的国家。 只要黑帮在可控制的范围下活动,就会发黑帮营业执照。 据不规则的统计,日本黑帮的人数大约有6万多人。 其中最为出名的山口祖帮派,就有高达1.16万人。 他们在日本肆无忌惮地开设,见不得光的也会产业链。 那么,为什么一个国家能够认可黑帮的存在呢? 而且,在调查的途中,发现在日本人的心目中,日本黑帮有著很高的地位。 说是日本人的三好市民也毫不为过。 这又是为什么呢? 首先,日本黑帮由于人数众多,涉及的工作领域非常的广泛。 日本黑帮经营的产业,就像蚂蚁一样遍布各式各样的行业。 甚至在慈善的晚会上,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。 黑帮的成员也时常地帮助日本当地穷苦的百姓。 他们不在公众场合抽烟,不随地吐痰,不乱丢烟头,买卖人口和毒品,更是敬而认知。 甚至还帮助日本警示听破案。 这也一度让日本人对其产生好感。 简直是一个活脱脱的三好市民的楷模啊。 不过,了解事情的真相后,会发现。 日本黑帮也并非是心甘情愿这样做的。 由于日本政府在92年的时候,修改了法律,准备大肆打击日本的黑帮。 这一下子让日本上下的大黑帮们都恐慌了。 为了避免这一状况的发生。 为了改良黑帮的形象。 日本黑帮才开始疯狂地表演慈善秀。 希望借此机会,能够改变自身的形象。 博取老百姓的好感。 从而渡过难关。 并不是只单单靠作秀。 就能够得到的国家认可。 日本黑帮。 光是女性成员就有1.3万人。 世界第二次大战结束后。 他们帮助日本政府整理产业。 导农经济。 管理当地的治安。 这些都是侧面的帮助了日本政府的功劳。 政府人员为了答谢他们。 关注见不得人的勾当。